很多东西谁才画不好 真的不是你们没天赋 是从一开始就被误导了 到底是谁在教新手 一开始上色就平图的 这不是把人往弯路上面带吗 上色本来就是追求 每一笔的用色都不同的 就像是现实生活当中 我们看到的物体 哪怕只有一种颜色 都会因为光线距离 还有些角度的不同 等等形成颜色的不同 你就平图吧 一图一个不知身 那有东西会说了 那到底怎么搞啊 救救孩子吧 就一定就 本期视频我就教大家 谁才的正确上色知识 带你回到正轨 轻松画出丰富好看的颜色 简单点来说 想要上色好看 它的核心就是做出变化来 就像是女生的心情一样 非常的善变 那如何有变化 这里我做了一首诗 穿子绝句 具体的做法和要点都在里面了 颜色左右摇摇晃 远处男子近天黄 色块要有缝隙长 揉插百块 记心上 这个东西它就跟武功心法一样 虽然说不用自攻 但是它猛的一看 还是有那么一点点懵逼的 大伙容我去解释一下 前两句呢 讲的是跟颜色有关的 因为颜色丰富了 自然也就有变化了 这个颜色左右摇晃的意思呢 就是去加它色环旁边的颜色 比如说你要画一个黄色的物体 那么黄色在色环两边呢 有黄绿跟橙黄 你就可以把这两个颜色加上去 总比你一个黄色从头涂到尾 要好看吧 远处加蓝紫 近处加黄色呢 是因为我们这个世界呢 存在有大气透视这个东西的 越远的地方呢 它会稍微的偏向一些蓝色啊 紫色越近处的地方呢 它会显得稍微的温暖一点 偏黄一些 不幸啊 你去看看远处的山 无论是晴天还是雨天 都蒙上了一层灰蒙蒙的蓝灰色 而近处的山跟远处的山 对比呢 就会显得温暖鲜艳 稍微偏黄一点点 所以你有了这个操作啊 不仅可以丰富颜色 还可以做出距离远近的众生感 一时二秒 那这个诗的后两句呢 主要讲的就是你铺色的时候 画的这个色块的形状 一个方法呢 是让笔稍微干一点 铺这个色块的时候呢 留下那么一点点缝隙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这种非白的技巧 只有我们布置房间是一个道理啊 总要留下一些过道歇脚的地方 不能把这些杂物啊 家具啊塞得太满 那就走不动到了 让人觉得压抑 那另外一种方法呢 就是百块加柔错啊 伟大的苏格拉底曾经说过 这个世界上啊 没有长得一模一样的卖碎 那放在这种笔触里面也是同样的道理 百块跟柔错的方法呢 就是去模仿那种自然随机的效果 比如柔错啊 你就使命的把笔往下压啊 转圈圈 偶尔呢 再带一点这种百块 左滑拉一笔啊 右滑拉一笔 两个方式呢 交替进行 不要让别人和你自己能够猜得到 你下一笔应该怎么去做 不要再学这种整整齐齐 反复滑拉的这种做法了 你又不是一个粉刷匠 你看颜色丰富一点 形式丰富一点 不好吗 那搞懂了这个武功心法 接下来就是一个修炼的过程了 我会做一张范例啊 结合以上的这些方法 把具体怎么做 和一些没有讲到的细致末解 呈现给了大家 这里让我们画一个母鸡蹲的小猫啊 喵喵喵喵喵喵喵 首先第一步啊 构图 你看一个花生 一条斜线 简单的要命 再加点小细节 啪的一下 很快你就会得到一只完整的猫猫线稿 然后我们把整个猫啊 铺上一层水 方便大伙在揉擦百块的过程当中啊 能够衔接自然 那有的同学会问啊 可不可以不铺水呢 我直接开搓开揉 可以可以可以啊 你就直接这么干哈 看那个颜色干的快不快就完事了 那你看 如果你底下给了一层水分啊 那你就可以像我这样子揉搓啊 打圈啊 挨的魔力转圈圈 哎呦简单的嘞 好那有的同学会问到底用什么颜色呢 那我们可以假定啊 它是一只橘白的猫 那具体是哪里橘哪里白呢 啊 可以削定二一点 随机 哎 给这个小猫 分配花色 只不过啊 你选取颜色的时候 参考一下咱们诗的第一句颜色左右摇摇晃 在橘色的花色的部分 找到它在色环旁边的颜色 有橘红橘黄 别忘了 我们在辗转腾螺的时候 揉擦白块的时候 在猫咪的屁股那一块要加一点点蓝紫色 也就是我们诗的第二句 远处蓝紫镜偏黄 对吧 而且这个紫色你千万也别加的太重了 因为紫毛也是不存在的 我们只是做一个浅浅的底色啊 方便我们在往上面盖颜色的时候呢 能够把这个底色 显现出来 那近处胸前的毛发呢 我们可以在黄色毛发的边缘啊 带出那么一点点来 那我们这个底色扑完之后啊 也就是去加重 同样啊 也是衬丝衔接 做出一些深色与浅色的对比 我们在这些加重的过程当中呢 也一定要去遵循一个循序渐进的道理 不要把差距整得太大啊 一个横暗横暗 按道的到地底下去了啊 一个横亮横亮在天上 那这种色差啊 神仙来了都救不了你 那等到画面干的差不多了 也就到我们的细节填充了 哎 用我们的第三句诗 色块要有缝隙长啊 神说要有光 川子老师说要有缝隙 所以请大家画的时候比稍微的干一点 再加重这个颜色的同时啊 让你这些色块的边缘和中间哎有那么一点点些许的缝隙破损就跟我们的人生一样总是会不完美的但那又怎样呢啊 那是我的底下的那层颜色呢也会通过你留下的这些缝隙哎给它露出来你看这是不是丰富的层次那你就像我这样干扫就行把里面啊需要去加重的这些细节啊给它补重包括它的眼线啊脖子的投影啊鼻底啊等等啊甚至啊包括它身上的啊这种一条一条的这种梨花纹哎用这个方法非常狂放的 扫出来形成的这种很自然的毛发颜色不太均匀的感觉最后咱们补上背景以及前方的台面背景的边缘呢同样可以留那么些许的缝隙不要那么的呆板哈这个画面最后呈现的效果就会显得非常的老念松动啊一看就是哎呀会画画的人不是那种像个憨憨扑色一样的接又接不好坐又坐不匀关键是呢画了贼多 感觉又像什么都没画所以你看啊这四句就可以很轻松的把我们这个上色的思路以及上色的这个技巧给它通通啊拿捏好那到这有同学可能会说啊这四个方法呢哎简单是简单啊我也能够做得到那每次一到这个画面又要考虑名额咯又要考虑光照咯细节啊我就容易CPU过载有没有一种方法就像评图一样那么简单 但是效果呢又比评图有变化你想的倒挺美的呀哎还真有哈一个是破色法一个是破形法这个破啊顾名思义其实就是带人一点破坏的意思要么呢就是把这个色块的颜色比较平整比较均匀的效果给它破掉要么呢就是把这个色块啊比较规准的形状给破掉那具体怎么操作呢很简单破色法我们这里用的颜色呢是一组对比色 或者是补色都行因为它们之间的色彩差距啊足够的大如果说我们不去考虑啊一个物体的明暗细节光影这些对比你就需要从颜色上面找到一个更大的对比那就像是你画一幅画啊本身对比不够没什么细节你就只能靠颜色的对比来凑了 具体怎么破呢我们就拿猫咪身上的这个黄色来说明一下黄色的对比色有什么呢有一些青绿不色呢有一些紫色那我们只需要记住先铺对比色并且把对比色稍微铺的浅一点点不然之后啊黄色会压不住那等到稍微干一点点的时候我们再把这个比较浓的这个黄色给它压上去 不用铺满哎留那么一点点缝隙那你就会发现这个颜色它其实哎很高级不仅和谐而且它会有一种隐约的冲突在里面因为大家总觉得细节不够变化不够总想在上面添加一些质感啊机理啊到头来加的跟一坨肿牛似的你不如哎把这种变化做到一种极致那这个破形法呢哎跟我们的形状还有机理的效果关联性更加大 那我们先铺一层颜色等到画面浆干未干也就是说看上去好像是干了但实际上用手摸起来还有那么一点点湿润那到了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用一只稍微干一点点的毛笔找到一个比它更重的颜色用这种蹭或者是磨缩的方式把里面的这种颗粒感啊机理的效果去做到一个填充这个方法呢被经常用来画一些风景 风景当中的一些数目非常非常的神力那就是这样在里面去填充一些机理的效果不断的去叠中一层一层的去加深要的其实就是做变化呗总比这种平图的色块看起来要精彩的很多我们哪怕是把这个色块啊带到这里来也不会显得违和那这里呢简单的做一个示范我们画一个猫头跟之前这个猫差不多这种画法呢就不用去考虑过多的一些 明暗细节你看到它是什么颜色也就是这个物体啊本来故意的颜色以这两种方式去把它填进去它就自然而然会有效果那比如说第一遍啊先给上水分啊我们利用这个破色法一开始呢我们加一些浅浅的紫浅浅的青绿填这个颜色的时候呢记得不要把它加的太重了这个蓝色它也算是黄色的对比色只要超过120度啊其实都可以帅啊那接下来呢我们趁着还没有干 去上一些黄色记得这一步很关键啊千万不要把它填满要留出一些之前你画的一些底色根本就不用去考虑什么明暗跟光影对吧有一些稍微深一点的毛发填橘色的毛发你就正常去画画在这个黄色里面露一些之前你画的这些紫啊或者是蓝啊这种底子就行了等干了之后呢我们还可以利用这个破形法去增加一些变化那破形法的这个颜色呢要比之前的颜色要稍微的重一些 轻轻的给它蹭上去最后补上眼睛啊这些小的细节你看哪怕只有这两种方法啊不去考虑一些明暗光影的效果它也会有那么一点点细节有那么一些变化如果你愿意花时间啊你可以把这种颜色的设置以及这种颗粒感这种破形的方法去做得更加的细腻那么它的整体的效果啊会更好那由于实践上的关系啊我这个示范呢就 就不会做得过于的细致了待会其实也可以把这两种方法跟前面的这四句做到一个结合这样不仅是在颜色上面是丰富的而且在细节效果上面也会更加的丰富那今天的内容啊咱们就先到这里啊有关于水产什么上色啊它不仅仅啊只是一个技巧方面的问题还包含了一些作画思路啊以及一些画面情绪氛围的表达 那像这一部分内容啊我会把它放在咱们的系统班总不可能我这一节课讲到大年三十吧所以大伙想要更为全面系统的学好水彩了解更多有关色彩的小知识都可以通过主页啊添加我的联系方式关注我如果大伙还有一些什么不太明白的疑难的知识和问题或者下期想看什么都可以通过后台私信我那么本期的内容咱们就先到这里了关注一川水彩带给你不一样的色彩 小技巧我们下期见拜拜